新增10例的确诊个案 8例为境外移入 2例为本土 台湾新增2例本土病例案335是50多岁男性 参与案291喝咖啡 3月23日发病 3月31日就医后修治住院裁剑 案336是50多岁的北部女保全 近期没有出国时 3月17日出现喉咙痛等症状 3月26日发烧就医 3月30日因症状持续回诊 诊断有肺炎情况而住院裁剑 指挥中心表示正调阅录影带 匡列女保全接触者展开疫调 在这段时间里面所有有接触的人 我们当然要相关的疫调当然要展开 那第二个我们要针对这里面社区里面 有出国时 那并且有症状的 那我们要裁剑 然后第三个当然讲到说 有接触过的 那只要是有接触过 而且有出国时的 那有接触过 或者有呼吸到症状的 那这都我们会扩大裁剪 而先前包括案100是20多岁女性 案134是30多岁女性受雇人员 案156养护机构服务护理师 案268是50多岁的工作室老板 案322是10大学生 以及案336是50多岁女保全 这几起本土案例都尚未找到感染源 这区里面是不是有相关的感染源 这我们不敢否认 当然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那至于但是相关的这些案件 到目前之后 就是说我们在关切的里面 大概今天的336 然后那个268 然后那个刚才讲那个师大的 这我们都相关的 还是投影最大的一个注意 而新增的8起境外移入病例 案331参加南美旅游团 旅游团共计两人确诊 案334到美国自助旅游 旅游团群聚共4人确诊 案338跟团到奥地利捷克旅游 旅游团群聚共5人确诊 由于先前奥捷团有多人重症 外界也关注案338的病况 到了X框有看到有肺炎的现象 所以目前是症状还算轻微密切的追踪 在下来的几天 会不会有状况有改变的状态 为了防范院内感染 指挥中心进一步升级管制 宣布即日起 全台医院照护中心禁止探病 而在边境防疫上也在升级 入境旅客如果过去14天内 有症状者将在机场裁检后 送到其中检疫所安置 避免回到社区造成影响 新唐人亚太电视 胡周翰 张云廷 台湾台北采访莫道